等一下 我让你走 你还真走了 你不让我走我也得走 还有一大摊子事呢 走的是谁 发现我在你这儿 还真挺健的 就喜欢拿我的热泪 贴你的老屁股 我是真的有事 比我撕毁 婚约还重要 我就知道 我要负责任了 你就要开始逃避责任了 负责是要从 最基本的开始 诚实 是最基本的 我哪儿不诚实了 你没心自问 你是因为懒惰 爱吃零食 才跟她分手的吗 她是会认为 女孩子的这些小毛病 那么地不可救药吗 不会 对吧 是 她现在是不同意 你继续当医生 但是以后呢 以后她要是反悔 又同意了呢 那你们之间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 又糊里糊涂地 要跟她结束 又糊里糊涂地 要跟我开始 所以你既不会结束 也不会开始 那你说 我为什么要跟她分手 我不知道 可是你应该知道 假如你真的不知道 你迟早还是会回到她那里的 我不会回到她那儿的 记得那天 我们两个去捕鱼那儿 回来的时候 我跟你说来不及了 你还问我什么来不及了 你记得吗 当然记得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 那天 那天 我说的是 什么都来不及了 因为我已经打电主意 要放弃你了 吃到海尔比尔主意 就要还竞争 我吃到不及了 那天 我说的是 这些是 有产划 一字幕 在娜 订阅 喝 或者 在 小赵 你过来一下 来 义琪 坐 还没吃早饭吧 喝点麦乳精 我儿子和爸给我买的 我不爱喝 谢谢官长 文件都下来好几天了 我一直不忍心跟你谈 可是总不谈也不行啊 是这样 领导呢 对你这次犯的错误 比较在意你 说是关系到我们单位 正规化的建设 领导决定 把你调到第九大队 就是原来的酒师 现在在青藏施工 那儿比较缺人 那我什么时候走 越快越好 那儿急需人手 我去到那儿 做什么工作啊 这还不太清楚 看那边需要你做什么吧 哦 对了 领导还说 允许你自谋职业 什么自谋职业啊 就是辞职 班长 我不能辞职 现在很多人 都停心留职 自谋职业的 你看看市里 到处是私人开的 饭店 理发店什么的 现在那些人 都万元户了 只不过户口比较难办 领导把你调到青海那边 你的户口也得跟着你走 要是你那个对象 能跟你结婚 你的户口 就能留下来了 对象 我没有对象啊 那天晚上在机房的 不是你对象 那你还替他守口如瓶 他到底是谁啊 你真是一个傻丫头 是你 想起来 的 就是 是你 我是你 跟你说 我不得了 你 你 嗯 嗯 嗯 干脆我也找班长投案得了 又不是你一个人做的 我们都做过这种恶作剧 把我们都送到青海去吧 没错 要受罚大家一块儿受罚 怎么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青海啊 你们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咱们去投案呢 别神经了 我都已经堵了枪眼了 你们再去投案 那我不就白牺牲了吗 可是好汉做事 好汉当 怎么也不能让你一个人牺牲啊 要不咱们去给你灵当请愿 就说是咱们大伙集体犯规 就是啊 法不知重 走 你们别去了 领导的决定都已经下了 你们去说什么都没用的 益勤姐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想着 要是去了青海 可能就没机会穿裙的了 就会儿吧 你怎么会儿的 就会儿的 又是 不闻 你怎么会儿的 就会儿就会儿子 就会儿子 我怎么会儿子 干什么 叶berish 进 再见